根据调查了 网红已经成为了儿童长大之后 最憧憬的职业之一 因为拥有高的影响力 以及丰厚的收入 以目前收入最高的YouTube为例 目前一个月就可以赚进两亿台币 非常惊人 在这个网路当道的时代 到处都是网红 但您知道这些网红的收入 都是从哪里来吗 我个人身为一个内容的創作者 我会给创作创作 一般来说网红收入总共有六大来源 包括平台之星 广告业配 打赏赞助 通告活动 周边商品以及付费订阅 我最努力的是 做出资料的好处 让人们实际上帮我付费 今天视频是赞助的赞助 而现在除了特别的赞助 在你的视频上 你会跟特别的赞助 或赞助 我的天 《Minecraft》有猪 在《Minecraft》 卡哇伊 根据科梦播单杂志的统计 目前收入最高的网红是网路游戏实况主 Poodie Pie 又赚650万美元相当于2亿台币 目前他的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高达1亿人 至于第二名也是来自美国的Duke Perfect 约收入280万美元 整合台币8700万 他们的影片已不靠紧接的神迹著称 收入排名第三的YouTuber是来自加拿大的方爱文 他的爸爸是华裔 妈妈是海裔 现年才27岁 平常喜欢打驱棍球 他的YouTube频道Venus Gaming 也是以游戏直播为主 多达2400万人订阅 约收入估计210万美元 这和台币6500万 网红透过个人独特的魅力 在网路上吸引众多粉丝追捧 也带来可观的收入 网红经济学也成为网路世界一股特殊的现象 东四新闻张艺金 中程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